水豚啊 我怎么会有水豚啊 民众晚上开车 开到一半在山壁 发现黑乎乎的一只动物 泽西看似乎是一只水豚 民众难以置信 怎么可能有野生水豚军在省斗上 但水豚军似乎被人汗灯光吓坏了 在边坡上一路狂奔 最后躲进树林草丛之间 民众募集的地点在花东海岸公路 经过农业处调查确认 东海岸没有人饲养水豚 那水豚到底从哪来 水豚是体型最大的镊齿类 原产地在南美洲 台湾本土没有是外来种 因为近期受到民众欢迎 尽管一只要20万贵桑桑 还是有许多民宿农场饲养来袭客 虽然不会主动攻击人 但还是有隐忧 可以捧在一起的话 是有机会反映的 它其实一到五只 流浪狗可能也对它没有 没有办法造成太大的伤害 所以其实是有风险 变成在野外形成一个族群的 这才是东海岸首度发现 陶翼水豚 一次在沿岸的溪流生活 至于为何流浪东海岸 虽然目前通报的只有一只 但就怕还有未知数 尤其水豚没天敌 就怕直接冲击整个生态链 这次是东海岸首度发现 陶翼水豚 一次在沿岸的溪流生活 至于为何流浪东海岸 虽然目前通报的只有一只 但就怕还有未知数 假如在野外大量繁衍 会破坏生态 台东农业处后续若掌握行踪 将进行捕捉 多谢我威灵 陈一中 徐一辰 台东报道